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范例4 临界速率 那这一题它是问 在轨道的最低点 加速度至少要多少 我看得出来吧 它的意思就是 这台车 在最低点 的加速度 在这里 的加速度要多少 才可以让它到最上面 刚好绕一圈 刚好绕一圈就是到最上面 恰好可以绕一圈 那我们在更早之前 的影片有介绍过 要恰好绕一圈的话 在最底下的 速度就要是根号5GR 那这样子才会让 它跑到最上面的时候 速度剩下根号GR 那这样才可以刚好绕一圈 那原因就是 在最上面的时候 它要继续绕圆 那继续绕圆的话会需要向心力 那最最少最少的向心力 就是它本身的重量 因为如果它没有压住轨道 如果它没有受到轨道的正向力 如果没有这个N 那它就只能靠它自己本身的重量 来作为指向圆心的向心力 它才可以继续转弯 继续完成圆周运动 所以要成功的绕一圈 至少至少 在最高点 是以重力作为向心力 那所以才会导出我们的 根号GR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复习 那再利用力学能守恒 就可以知道 最底下会需要是根号5GR 好 那如果最底下是根号5GR 那很简单 它要问的加速度 其实就是向心加速度 好 所以很简单 就直接带向心加速度公式 向心加速度是 Nv平方除以R 那现在的 V是根号5GR 然后除以R 它会等于质量乘以向心加速度 所以这么一来就可以得到 向心加速度就是 5GR 好 就这样子 未经许起来 继续